真棒 你不是说下午有缝合考试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对于女人来说 最大的补充体力就是逛街 你还想买衣服啊 我觉得 那天你不是说 我穿那几件衣服都很好看吗 所以 所以我让你看看 什么叫遮住了一个性格 那现在去买去啊 走 走 走 又在画呢 又在画呢 小瑾 热嘉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 芸芸她根本就不是肚子痛 按压腹部 肌肉一点紧张感都没有 腹部频片续剪 也没有任何提示 倒是 我在握她手的时候 感觉她特别紧张 我认为她应该是在疼 但是问她她自己又不承认 我始终没有想明白 这究竟是为什么 其实我也发现了 你要说一般化儿生病 肯定借着机会跟爸爸妈妈撒娇 她不会 而且她看我们的眼神飘忽不定的 也不该直视 是挺奇怪的 不是说上个月也有这种情况吗 关键就是在这儿 上个月也是 什么检查都检查不出来问题 住院四天之后 莫名其妙的血液中的蛋白 就不见了 这是迷一样的人体啊 是啊 就像是楚老师说的那样 医学发展到现在 已经有很大的突破 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病症本身千奇百怪 我们对人类的身体 还是有太多的位置 嗯 楚老师说的这话很对 但是用在云郁身上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行了 别想了 走吧 走 你说你每次你都背一大书包 害得我东西都买不起 感觉你都拿不了 好累啊 但是很开心嘛 开心啊 还要买吗 买我想要一条那种就是黑色的 像顽领裙那样你知道 就是这个地方视角的 你看看你看你 你这班怎么能往这儿掉啊 没办法 这衣服好好使 你这样领着 像 像 那女的 像我像男的 你像女的 我今天 这是时候啊 那怎么了 那你拎东西就像男的了 我怎么就不嫌弃 是啊 汤叔 阿姨 汤爹爹 华阿姨 要不要喝杯咖啡去 不要了 您和阿姨怎么在这儿啊 我还想问你们啊 为什么在这儿啊 还手拉手 老公 这不是明显的吗 别再为难孩子了 这个世界真看不懂了 前几天还有人跟我说 哎呀 叔叔啊 我的心里啊 只有家家啊 唐爹爹 你说我跟于夕在一起 这不也算是肥水不溜外人铁吗 哼 哎 有一点你得搞清楚啊 于夕不是我抢来的 是你家唐刀不要 我捡来的 啊 你捡的 这么大个人你捡得来啊 哎呀 爹爹 你说于夕她脾气再好 你也不能总拿她当备胎是不是 再说了 唐刀根本不喜欢于夕 她连备胎都不算 艳艳 别备胎备胎的 把话说那么难听 阿姨 其实我跟于夕 我们俩还没好呢 我就是觉得 爹爹这样对她 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对 不过说得也是 老公啊 你啊 以后别把于夕 和佳佳往一块扯了 更何况佳佳和生贺 已经有孩子了不是 哎呀 孩子 什么孩子不孩子的 那个孩子就是他 艳艳 你讲清楚你刚才说什么 那个孩子 艳叔叔 你别听艳艳瞎说 他前一阵子 跟佳佳一直在打仗 所以啊 别理他 别理他 瞎没瞎说 你还是自己去问佳佳吧 艳艳 走 老公 老公 唐叔叔 阿姨 你刚才为什么这么说 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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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当备胎当不够 你是不是心里还有汤余佳 这不是为了配合他们的权益之计吗 什么权益之计 你就是心里还有他 你不说了吗 我在他们那儿啊 连备胎都算不上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吃不到白天鹅 就是觉得麻雀也行呗 你怎么能吃麻雀呢 那我是什么 你当然是我的白天鹅了 我告诉你啊 决没决定跟你在一起 我还要再想呢 看你表现 好的 我的白天鹅 Different 我还要不说 那里 然后 那里 公司 teddy 这么 词 游